9月20号,预约人数超过600万的全球首款三折利品手机 华为Mate XD非凡大师正式发售 不少花粉们在熬过10天的等待后,终于拿到新机 当天,不少收到交付短信的消费者 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的华为旗舰店 成为这款热门手机的机主 就是7号那天发的,这个可以登记 然后我就来了 先登记了,然后这个马上也预约了 两个同时嘛,保险点嘛 很重兴的也是,能预约到 因为这个,毕竟它跟以前那些折利品还是不一样 很激动,没想到真的能抽到 这几天每天都在蹲,什么时候都给我发短信 据介绍,这款折利品手机 可允许用户在单屏、双屏和三屏三种不同的形态下使用 屏幕展开后为10.2寸,展开厚度为3.6毫米 第一眼真的还是很震撼的,因为它展开了之后 它的屏幕真的很大,但是它又可以非常巧妙 非常精密的去把它折叠起来 就是我们之前经常说的一件不可能的事 叫变大的同时变小 特别特别适合商务人士 我刚刚其实也说,我们现在经常背个包出去 那包里边其实背着台电脑 那现在这个状态下,而且还有这么好的配件 就真的是,这就是一台电脑的一个组合 量产全球首款三折利品手机 进一步展示了国产手机的技术创新能力 消费者表示,国产手机再度经验亮相 这好感由然而生 这次三折叠的诞生 我感觉就是又输了一个新的标准 我觉得某种层面已经超越了一个功能性的价值 它其实带来了很多社交价值 情绪价值 就是拿在手里面一个我们中国的品牌 制造出来的高端起见 我觉得倍儿有面 怎么说以前是追赶 但现在叫什么,叫远远超越 整个国产手机的竞争力很强 我们不再是原来只是一个模仿 而现在可以做到创新 甚至会发现很多大牌的手机上面 它在软件和硬件上的一些体验 是有我们国产手机的影子